Hello 夫妻看房 我是Coco 我是CJ OK 今天我们看的这种房 离我现在住的家真的非常近 隔了 我的儿子正在那个地方 隔了一栋房子 那这套房跟我们现在 租的这个房子的户型一毛一样 简直是倒背如流 5500尺的室内 占地8000 土地面积比我们那个漂亮多了 院子很好 大家来看一下 All right Tool Brother的这个意大利式的外观的这个风格 嗯 呃 动石通铺很漂亮 连那个driveway都铺了 然后呢 进来以后 Hello Hello 进来以后呢 挑高厅 哎 跟我们那个户型是Flippin的 Flippin Flippin Flippin的 他的书房在这个边 然后呢 好处是他书房那边是一个 这种双开的French door 对 跟外界联通的比较好 跟我们那个猪的那套是窗户 那这个更舒服 是不是 书房出来我们看这个层高 这个层高真的超过20feet 然后他还做了一点点的那个molding 装修的这个设计 然后底下有一个大的套房 进来以后呢 这边有一个客位 给客人卫生间 你看他的那个瓷砖都铺了啊 铺了半身 然后这黄色的刷漆 然后这个呢 一个套房是一室一厅的 就这是一个厅啊 然后那边呢 是一个全浴卫生间 然后转过来 看一下全浴啊 瓷砖也是到顶的啊 然后呢 转过来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套房的这个主卧卫生间 它其实可以说是双master 上下双master 这也算是一个主卧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 是不是 OK 然后我们出去再来看看客厅这个位置 那标志性的这个tobrather的双排楼梯 直接向上啊 它的这个杆呢 用的也是不错的 它这个升级了 这每个细节都有升级的 对 这个非常好 然后到了客餐厅啊 客厅 然后他加了这一组的这个柜子 电视柜 我觉得更整洁 其实比那种买成品的这种电视柜 会放在那里 我觉得这样的显得更大气 当然更没关系 是 然后呢 这边一个六人的一个圆桌在中间 然后再到他的这个厨房的中导台 哦 他这个中导台 哇塞 这个很用材非常的啊 用 又肯花钱 是 是不是 来 看一下 来 再往里走 这个中导台 其实是当时tobrather的几个户型里面 面积最大的一个 它里边像我们家阿姨哈 打扫的时候 我都要拿那个托把 在那这样子 这样子清洁的 够不到 够不到 对 所以他这个back splash 还有这个都是加厚的 我们平常看到的只有一半 二分之一的 嗯 我看一下这个和我们的一样吗 哦 他等于说没有中厨了 啊 那他就说明有三车库 那这个户型 他是有的选的 要么第三车库 要么就是选中厨 但是他也有一个 其他人没有的 就是说 他把这个加州阳光坊 整个包进来了 对 对吧 这个本身在我们那边 California room 但是他这个包进来显得就是 你有一个主餐厅 然后呢 那边是一个小的早餐厅 是 是不是 啊 我很期待他的后院 因为这条街 后院大的只有两户 这一户和 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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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户 这户和那户嘛 对不对 是从边上最大楼移路过来 最大对对 那套快九千尺 到中间差不多 这小八千尺的这个院子 是 中庭是 这个户型是没有中庭的 另外两个是有中庭的 这个户型没有中庭 还需要疑问吗 我们天天住在这里 住了这么久 是是是 哦 那他侧院比较 侧院相对大一点 对 是不是啊 整个尺寸大一点 是 然后往后面看 他的院子的纵身 也更大一点 是不是啊 我觉得他这个院子的纵身 更大 就是他把该有的这个院子的面积 全部用到了后院 是 是不是 这个也OK啊 你看 他这个设计挺好的 就是你在这里烧烤 壁炉 大的那个火炉 全部有了 是不是 嗯 功能 该有的功能 该有功能 真的全部有了 然后 这个后院属于非常容易打理 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他 我很喜欢他的植物 就是这样 全部是干干净净的 一排 是不是 一个小的水井墙 然后再到这边 他们可以坐在这边聊天 喝茶的一个区域 大家看一下这个侧院 Be careful 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放垃圾桶的这个区域 所以在厄晚 类似于这样子 小八千尺的院子 嗯 其实已经很难得了 对吧 不错了 之前带大家拍的 大部分都是五六千尺的院子 我们已经说是厄晚大院了 所以来一个出来 一个七八千尺的院子的话 干净 我觉得他不会在市面上停留太久 好吧 感兴趣 这么强烈的销售话数 对 哦 我说了那个价格吗 四百四十九万美金 啊 哦 这么便宜吗 哈哈 好 二楼 我们可以断一下 OK 行 我们上二楼 那我估计他二楼和我们那个租的房 也是估计反的 估计主卧是在那手 OK 还是要提一下它是全屋的石木地板 嗯 没有什么那个 呃 没有升级的位置了 全部用材真的很好 哇 我喜欢它的灯 哎 我喜欢它的这个柜子 嗯 嗯 它其实装修很到位了 很多都是已经建设的了 是的 你也没啥可以再花钱要弄的了 就拎帽入住了 拎帽入住 所以这套装修升级是很棒的 对 对不对 OK 看一下主卧 OK 主卧这个是 嗯 朝向 所以它没有把retree包进来 没有把retree包进来 但是它的retree在这边 左手边 哦 这个是本来就有的 哎 对 就是它是这边的retree 然后呢 哎 我怎么真的觉得它的采光比我们那套好 哎 同一个方向 一模一样的方向 还是因为它和后面的房子的这个间距比较大 哦 间距隔开了 更大了 对 嗯 我觉得这套进来我整个觉得采光 而且我还带着默契 我觉得采光比我们那套要好 嗯 anyway 来到它的卫生间 我这个升级升得有点猛 就和一楼的那个厨房导师一样的 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摇箱呼应 然后他把这个cabinetry 哇 这才叫说爱马仕墙 动力墙 我之前有个 有个粉丝留言 他说 哎呀 Coco你装修的时候 一定要弄个什么动力墙 放你的包 这样你就 就有有力气去搬转 然后我给那个粉丝回复说他已经摆满了毫无动力 毫无动力 咱说的好一点就是他非常的大气 实用 在实用主意点真的很浪费 真的有人需要这么大一个 对吧 哦 他看一下 他有个那个 呃 上面淋下来的一个喷淋 那个我们没有 对吧 我们也有啊 我们有吗 有啊 我给忘了 哦 有有有 我们每天淋的都是上面 对 我们每天淋的都是上面 那他这个molding我们没有 是不是 是的 然后他的衣帽间 哦 衣帽间做好了以后真不一样 感觉更大了 嗯 你看到这边啊 对 很实用 非常实用 而且这个衣帽间的颜色我也喜欢 其实一开始哈 这套房已经上市两周了 嗯 为什么一直没来拍呢 嗯 本来我考虑买这一套 是吗 只是超哥 他 你又买不起 我都买了那480的 我怎么买不起这449的 嗯 那你为什么不买呢 这不是因为离学校还是太远了吗 对不对 这套房真的很好 装修也很好 各方面都很好 唯一就是说我们 坑呲坑呲开车到学校又是半小时 所以 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给我们的粉丝带来这套房源 那这个是小朋友的房间 他放的是king size的床 这虽然说小朋友的房间真的不小 然后再到里边 而且他用了两个颜色 two tone的粉色加蓝色 嗯 嗯 然后卫生间又用了橘色 神秘的搭配 是 当然这都是小装修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颜色搭配 啪啪啪刷一下 一天就完成 我觉得还挺好 它就很活泼 对不对 OK 这是一个放什么毛巾的一个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洗衣房 哇它连洗衣房的石头都 你看 是不是 嗯 都花点钱 接着我们最后一间 我觉得这个户型哈 这最后两间 sorry 最后两间 一个我们称之为柠檬色 哎呦 还有配蓝色 它油气应该只买了四桶 黄色 橘色 蓝色和粉色 Oh my god 又买了另外一桶 绿色 丰富在各个的房间和卫生间 嗯 很活跃 很活跃 然后呢 再来这个最后一间 这间采光也是比较好的 这间采光 因为它是朝西南面嘛 对 所以这个 然后再来一个卫生间 这个房间很白 很白 这个房间就 这房间就是比较标准性的了 对 但是它这个台面都有升级的 都有升级 是 所以你看瓷砖全部到底 是的 所以这套房子 因为它的装修升级 全部是在托布拉子那里弄的 我目测一下 这个装修升级 至少怎么都得30万美金 嗯 是不是 所以像原本最最最早 咱知道吗 这条街一般来说 买的话是240万 差不多 那它加上它这个装修升级 它差不多就270几万 嗯 再现在让它后院前院的弄好 它的成本可能在300万美金左右 是 是不是 是的 那么经过这个时间啊 这个M2的这个发钱啊 涨幅啊 水涨船高 R1本身的涨幅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挂在449 你出一下它的这个面积单价 哎 哎呦 sorry 简直是良心是吗 没有 你稍微可以还一点价 他们也是愿意比较open to 一个好一点的 你怎么知道人家愿意还价 人家可能还想加价 不要插话 哈哈哈哈 I'm trying to selling this home 哈哈 好了 那反正这是在Altair 带门禁社区的 然后它对口Potra High 你可以最后再报一下数据 对口Solice Park 这是学校的部分 然后呢 呃 它的数据是室内5500尺 五房5.5玉 占地小8000尺 就是非常非常接近8000尺 啊 门禁社区 而且这条街的邻居都非常的友善 这条街的邻居全部都是年轻人 哈哈哈哈 好了 下期见 拜拜